活着的时候啊 这个 忠庸说 不诚无误 你不诚恳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现在 一般做法会啊 我们请人家帮助我们念经 几乎等于商业的交易 不诚信的 所以 我觉得假设我们自己的 亲人啊或者怎么样 过世了 我们还不如自己 诚诚恳恳的 你们会念什么 或者会说什么法 帮着他念 所以 这个 假设说真有一个 修行得道的人啊 他来帮助你 做一个 做一个超度 或者是诵经 或者是说法 那么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他这个呢 这个主要你知道 这个是为 为这个修行的 主要为修行的 喇嘛们写的 所以这里面呢 他常常 尤其是西藏 西藏度王经 他这里的不叫 西藏度王经 他这个叫什么来着 中英文教得度 对 这个就是西藏度王经 这都是那一个 翻译的不同的 郑正皇他用这个名字 那么把那个翻译的话 那个主要是为喇嘛 到临死的时候 就告诉他 一直的跟他说 死了以后 什么情形 死了什么情形 那么他们这个 师兄弟之间 或者是弟子跟师父之间 有一种非常亲密的感觉 那么这种亲密的感觉呢 他就是诚心诚意的为他念 诚心诚意的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情 不是我们这敲着墨语 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我尝尝看许多做法会的 我说钱都花得很冤枉 没用处 你这个最要紧的 我们 我有两个朋友 他们过世的家里人问我怎么办 那说是 我说你们假设你们都信佛 同时你们又知道 好比说念译地藏经也好 阿弥陀经也好 什么经也好 你诚心诚意的 在他还没有入恋 甚至于还没有盖棺的时候 甚至于已经在初期二期三期的时候 你们好好的诚心诚意的 给他念一念 说一说 那么假设说我们有一个 真正有一个有一个圣者已经得道的人替我们那当然更好 否则的话呢 我们宁可自己来念 那么你被念 那么你被念的时候呢 他说向诸佛齐请 他们会报答你 所以我们 学佛对于佛的信 诸佛菩萨的信仰 也是三个阶段 头一个阶段是民信的阶段 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少罪过 只要他一帮我们度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相信他就成了 这跟所有的庙里都写的 成则灵 是不是 只要你成心就灵 第二个阶段呢 你知道我们这所知障啊 就是读过点书的人 什么都不信 哪里有这些事情 这都是民信 然后呢 你再往深一步的时候 什么人都可以影响什么人 那么尤其是这些已经得到的 那么这些人呢 力量可以有的 尤其是我们持咒 或者是读经 当你做这些事 你不知不觉 跟过去的 已经有道行的 有修成的人 这一个电的感触 这说不出来的 没法说出来 就跟我们好比说 亲子中间有一种感触 有时候夫妇中间有个感触 这感触不可言喻的 说不出来 你就一动 心里一动 就知道怎么回事情 所以 这对于死亡的人呢 也是这样 我们替他像 不管怎么样吧 在最高阶层 或者是最低阶层 就相信信者得救吧 我们信他 当你信他怎么样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 最俗的那句话 成则灵 只要你有诚心 不诚心了 什么都做不成 所以中庸这句话 关系很大 第一个就提出诚来 我们待人处事 也是一样 诚心的话 什么事都做得到 不诚心的话 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说 可以完成的 不诚 无误 没有东西可以做成 所以底下 我们看下一段的第二行 如果你真有善心 发心也纯正 然后为某个人祈祷 那么祈祷的力量将会很大 因此你要有信心 如果你深爱的人过世了 而你也以真爱和诚意 为他们祈祷 你的祈祷将非常有力 所以我们 旁的不要相信 只相信 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力量 那么这一些真正 我们只要这个 有真正有这个心 你发心了 发心也很纯正 不是为我们自己 就是为帮助别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有了这个的话 就是你有一个不可思议的 超过我们想象力的一个愿望 所以我们常说 有愿就有力 你发了这个愿了 这个力量就来了 而且这个力量呢 常常超过你所希望的东西 但是这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说 你这些希望的东西 不是为自己 是为别人 为帮助别人好 我们只要抱住一个心 己于力而力人 己于达而达人 我们自己想要觉悟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觉悟 不是说就我一个人觉悟 我成佛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有这个信心 你也可以用真爱和诚意 为他们祈祷 记得真爱和诚意 这两样东西有了的话 给他们祈祷 这个祈祷非常有利 我们活着也一样 死了也一样 我们活着对死人也是一样 假如说我们真正死了的话 我们能把这一念保持住 这个好多事情 你不能说的是迷信 就是我们 我们能够用意想 所能够想象的东西 这些东西离不开很肤浅的 但是有一种想不到的东西 这超我们想象的 超我们意愿的 超我们希望的 一些东西就这么发生 这是不要不相信他 这个不是迷信 因为人跟人之间都可以有这种力量 活人对死人也有这个力量 那么已经过世的这先生大德们 他们的力量还存在 就跟我们现在读一篇好文章 我们感动的不得了 我们看一句 好比说一句启发我们的话 我就是想说说不出来的 他替我说了 我们这心里的欢喜想不出来的 所以这一些东西 这个都是说互相的感应 而这个感应 这个非常力量很大 我跟诸位说过嘛 那个基督教的实验的 一个像的同一样的东西 祈祷 一个像同一样的东西 诅咒两个东西 生长的程序 差一倍 他们是完全用祈祷的 为什么祈祷的力量这么大 祈祷力量大 你得有真爱 你得有诚心 这两样东西缺了 都不成 你即使不爱这个人 你不真爱 你只要有诚心 这诚心的 我为你好 希望能帮助你 这个诚心一有 力量就来了 我们看倒数第四行 在亡者过世的地方 和过世的时间 三者之间 有强力的关联性 尤其是在巨大冲击 或不幸状态下 过世的人更是如此 对 为什么很多人 好比说 这个车祸的所在 很多人到那去做法会 因为 我们假设在这个事情发生了 任何不幸的死亡 不幸的发生的地点 我们会 在人世间来说的话 每七天 重现一次 就是说 那个灾难 那个痛苦 那个事情的发生 只要你一醒 就是说你从昏迷中一醒过来 就再发现一次 所以说能够 不是意外死亡 不是被杀害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寿终正寝了 躺下死了 再发现 哦 那很好 所有肉体的痛苦 全没有了 解脱了 这种享受 跟那个撞车 或者是 坐飞机 或者这一些东西 被人杀害 这个情形完全不同 这是安安相详的 所以 这一个时间 地点 我们人活着 离不开这两样 是不是 一个时间 一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一个所谓 time and space 我们离不开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人在这里面 所以 这就是四度空间 时间 地点是长 宽 高 然后 时间 那个时候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不停的 这个事情 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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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你当时死的 那个痛苦 永远在那儿 尤其是你假设 不解脱的话 就变成 离鬼 于是就要闹鬼 于是我们就说呢 中国有个叫什么 替死鬼 是不是 找替死鬼 好比掉在河里死的 他总要拉一个人下去 替死 这是一个 不是那个说法 就是他那个 那个东西 有一种很强的力量 这个强的力量啊 你假设 孽力啊 你 自己没法办的话 多少夏天游泳的人 死过的地方 不停的死人 中国就说 我们说他在找替死鬼 好比说上吊的人 假设说你有一念轻生 哎呀 死了算了 那么死最好的办法 就上吊嘛 是不是啊 还得个全尸 你念头一动 那个 那个东西就来了 灭力 相感应 所以说 替死鬼都找替身嘛 有些时候莫名其妙 就吊死了 啊 所以 这种念头 自杀的念头 绝不可以起 因为自杀的话 很难得 能够超度的 只要用非常强的力量 才能够超度 嗯哼 诚如我所说过的 在寿生中阴中 王者的心事 每个星期都会经历死亡的经验 而且都是在每个星期的同一天 因此 你必须在49天期间内的任何一天 而特别是在王者过世后的每隔七天 为他修破瓦法或其他法门 嗯哼 这个破瓦法在密宗里头啊 说的非常神秘 非常神秘 你们可以自己回头看看 第277页 那个破瓦法 嗯 这个破瓦法是可以修的啊 所以我们要做七 这个七是个非常神秘的文字 在数目字里有很多很神秘的文字 数目字 不可以解的 解答不出来 为什么七 东方也说七 西方也说七 所有宗教都谈到七 啊 我们一个礼拜七天 很多人想365天 想要把它改 就是说 改成五天一个 然后分12个月 这多方便呢 啊 后来 几乎是没办法 啊 改不了 大家新习惯了 在底下 他告诉我们这个啊 我们看 这一页 每当我们想王者的时候啊 我们看这一页的第三段 每当你想到王者的时候 另一件你可以做的事 就是立刻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 ON MAMI BAMI HON 可以进化导致再生的每一个烦恼 或者你也可以念无量光阿弥陀佛的咒 ON MAMI DEVAR 接着修破瓦法 嗯哼 嗯 这个就是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了 据说太空人呢 在 在这个太空船上 听到一个声音 他们不知为什么有这个声音 他就把它录下来了 录下来了 回到 那个地上就问 说这几个声音是什么字 没有人知道 正好一个学佛的人听到了啊 说这就是佛教的六字大明咒啊 ON MAMI BAMI HON 说实在呢 这个这一些真正的咒语 基本只有三个三个音 ON A HON 你们会念的话 ON 头上震动 啊 胸部震动 HON 下腹部震动 所以刚才打坐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老头先中 胀啊 觉得好像充满气了 真正的命根子在底下 我们念 HON 头整个 轰轰的 是不是 然后 HON 是胸部 HON 是底下 所以所有的咒语出不了这三个声音 HON MAMI BAMI HON 那么这一个西藏生死书 他这个鹰马派 莲花生大士的咒语 也是 那么 这是新的 这正是我们的中丹田的地方 HON 下丹田的地方 HON 上丹田顶 上 中 下 这是丹田 为什么称它为丹田呢 道家 修丹 练功夫 希望这生出东西来 这是中丹之田 所以我们称它为丹田 一个是这 一个是两胸中间 一个是 肚肌下 三个手指的地方 但是女孩子啊 尤其是还有 MEM 不要看下丹田 这是女人跟男人不平等的地方 因为看了以后 太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会闹雪崩 会这个月经 不能够正常 重要的话 会闹雪崩 但是看这儿呢 也容易出毛病 慢慢的话 眼睛都对起来了 变成斗鸡眼 所以 最主要的话呢 女人看这个 他们这管叫谭中宫 也就是中丹田的地方 男人呢 你看哪儿都可以 真正要发起来 生命力发起来 将来以后这还有讲的 都不是 不是从这发起来的 另外有的 好 请看这一页的最后面倒数第二段 那些死于暴力或意外的人 特别需要帮助 被谋杀者 自杀者 意外事故死亡者 或死于战争者 会很容易被他们的痛苦 怨对或恐惧所征服 也许被拘禁在实际的死亡经验中 无法继继续再生的过程 因此 你应该为他们更强力的修破法法 所以我们 对于这冤死的人 诚心诚意的 我们告诉他 不要再怨了 只有一个句话 不要再怨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 仇恨 不能解脱 事实上呢 就像昨天 我们好像问了这个 问了这个问题啊 生气 自己很恨 为什么 特别在我们打坐的时候 这个 成姑子烂芝麻的 这些小仇小恨 都想起来了 尤其是好像我们自己 许多过去所做的 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时候想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 刚刚静下来 这八十天中的东西 都浮上来了 而我们呢 很不容易原谅 别人对我们所做的 一切错事 所以昨天我就一直跟诸位说 我们不要拿别人 所做的错事 来虐待自己 这是 称怒 因为怎么样 你伤害自己 你伤你的心呢 我们心跳得很厉害 是当我们气血膨胀的时候 是不是 自己很伤的 愤怒非常伤身体 尤其伤心 那么你假设说 把这一个愤怒 不停的 你这愤恨呢 这个恨念呢 不停的在心里的脚 结果你伤肝呢 很可怕的 我们为什么拿别人的错处来折磨自己 虐待自己呢 很不聪明的 所以我讲四无量心 讲慈悲惜舍 我说不要对别人 先对自己慈悲惜舍呀 我们对自己很虐待呀 所以当我一生气的时候 哎呀 我想我要中毒了 我不上他的当 当我想着过去的事情 好比说对某人不买 原谅了 我不虐待自己 所以我们能够学厌子 厌阴阴阴阳 不念旧恶 怨是 永息 你不念过去 这个旧的仇恨的话 你这个怨气啊 就慢慢稀少了 不念旧恶 怨是 永息 怨是 就由此就减少了 这是孔子夸奖 艳阴阴阴的话 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呢 不是对他慈悲 我们少生气 不想着过去 不愉快的事情 别人什么什么对不住我 这些都不要想 这是我们对自己慈悲 不是我们对别人慈悲 是我们对他 他人慈悲 可是我们呢 这个 原谅自己的心很宽 责备旁人的心非常严 所以古书的人说啊 以责任之心 责己 则寡过 拿责备别人的心 责备自己 我们的过错就会少 寡过 以数己之心 数人 则全交 拿原恕自己的心 原恕旁人 你这个朋友就可以交得长 所以 真正要什么 他能够 没有一个说 我愿意放弃的朋友 没有 这个 假设说我们能原谅自己的心 来原谅朋友 这个朋友越交越长 所以我们说 一者三有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这三个才是朋友最好的 有很直 他劝你 劝你的话 你听 他要劝你 敢劝你 愿意劝你 这个朋友都把是好心 他希望你好 然后你做错的事情 他能够原谅你 同时呢 不是给你祸悉 你有多文 这个朋友 多文 博士 这是一者三有 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话 我们对于这死亡的人 就是告诉他 一句话 不要再怨了 他能够不再怨 他立刻就解脱 就超生 我们 所以说 冤家 一解 不一戒 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这都没有了 那个 请翻开 378页 王者的觉察力 瘦身中 意识的觉察力 是生前的七倍 这可以带给他们 极大的痛苦 或利益 看到没有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的敏感 我们的想象 我们对一切的 这个关注 死了以后 这个力量加七倍 所以 当这个力量 加七倍的时候 于是 他这个观察力 强的不得了 敏感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对于 过去的人 已经死过的人 过 已经死亡的人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 恭敬 非常非常的 注意 同时用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也是孔子说的 记如在 记神如神在 我们记啊 就跟他在我们跟前似的 然后你记神呢 就跟神在一样的 我们现在 我看台湾 做法事啊 都是假东西 你骗死人呐 活人都骗不过呀 因为死人呐 他只闻香 他的这个 不会尝味道了 他没有身体 也没有感觉了 但是这五根里头啊 他 三根都有 鼻子闻 耳朵听 眼睛看 所以讲 为事的时候 讲到五根 到了你死了以后 你这三个根 非常的强 所以他一闻到 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来了 我们现在 祭祀 怎么着 用些假的 就跟那个 日本饭馆 做一些假的 模型在那 你这不是骗死人吗 他是闻香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香气给他 假设没有这些 那什么 鲜花 少好的香 他都会来 所以我们 念祭文 念到最后 上香 你来吃吧 他怎么吃呢 就是你来闻吧 香是享受 享用吧 就吃饭的那个 香吧 是不是 所以 假如 人死了的话 我们想要 纪念他 记得啊 要真东西 他爱吃红烧肉呢 你不妨给他 做个红烧肉 不要做一块 假的木头肉 搁在那 现在 在台湾 很多地方 都是假的 我说 这怎么回事 他们不懂的呀 死人很灵的 你拿这个 怎么能骗他呢 他生气的 你反而帮他 你这干什么 你把我 真是骗死人呢 他很生气 结果反而帮助他 做恶道 因为他没有 没有误道 没有什么的话 他不会知道 那你看看 很生气 我这刚死 没几天 你们就骗我啊 你这是给谁看的 所以 我曾经告诉我先生 我说我要死了的话 耳饼们都不准奔丧 活着你不来看我 死了看我干什么 做给别人看的 你要真正想我的话 真正想要见我的 活着时候多看看我 所以当陈上师过世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还是急着 有出入境 我急啊 我知道他已经临终了 临危了 想办 办到我刚刚把出境证 拿到手 那这边电话 陈上师已经走了 我先说赶紧飞啊 你飞机票 我说坐给谁看 我是去争他的遗产去 还是坐给人家看 我弟子来奔丧来了 我说不用 他说你不想要他的设立 我说他的书就是他的法设立 那个几何设立子 不能代表他 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不骗死人的话 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说记如在 记神如神在 我们要请你吃饭 不会给你们做点假东西 给你们 让你们看看就得了 不会的 好 我们跳过下一段到第三段 如果王者看到 请来为他做法事的修行人 心中并没有真诚的心愿为他好 反而胡思乱想 死者就会 可能会失去曾经有过的信心 再设想 如果王者看到自己所亲爱的人 悲伤无助 痛苦万分 也可能会让他掉入哀痛的深渊 又譬如 如果王者发现 亲友从前对他表示的爱意 只是为了他的钱 他就可能会痛苦的惊醒 变成鬼来找继承财产的人 现在你可以发现 在人们过世之后 你的所做 所思和所行都非常重要 对于王者影响重大 远超过你的想象 所以我说 我们也不是太有钱 也不是太有地位 我们比大富大贵的人 舒服得多 最有钱的人 连亲子间都没有真爱了 为什么 儿女孝顺 哎呀 他这么样做 大概为我的遗产来的 一个最高位的 好比说你做到 总统做到很高的官 别人对你好 你会想到 哎呀 他有所求 所以他眼里头 没有任何真正爱他的人 我们现在呢 有这么一点点东西 有这么一点点 不要拿这点东西 来引诱你的儿女 引诱这个周围左右的朋友 我们都彼此啊 能够知道你对我好 不妥我什么东西 只是 你都为我好 你喜欢跟我在一起 你看我们比那些人快活多少 是不是 所以真正 还是那句话 死了以后的人 比我们聪明很多很多 比我们敏感 很多很多 你要真正为他好 他心里知道的 你连说都不用说 你心里想着就知道了 所以这种感应力强得不得了 下来我们看西藏佛教的王者超见法 请翻开三百八十一页 第三六道进化法 三百八十一页倒数第二行 依据大圆满秘序 烦恼会在脉气神的身心系统中累积 并在肉体的某些气轮储存 因此地狱道的种子及其原因 称集中在脚板 恶鬼道的种子及其原因 它集中在躯干的肌部 畜生道的种子及其原因 吃集中在脚轮 人道的种子及其原因 移集中在喉轮 天道的种子及其原因 脉集中在顶轮 事实上我们这个人 无论依照道家的 或者依照密宗的说法 这个脉 真正中脉 左脉 右脉 白的 红的 蓝的 这三个颜色 那么还有就是轮 这个轮一共 一共有七个 密轮就是海底 海底呢 所谓海底呢 就是 这个大便小便的中间那块地方 那叫汇阴 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基本 都在那个地方 这个东西呢 说起来 它要扩展起来 可以弥漫六合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 都是 它都有 但是收收起来的话呢 可以在一个围城里上 所以诸位读西游记 孙悟空 大闹天宫 孙悟空到处找 找什么 找一个兵器 这个兵器怎么样呢 所以他们这叫什么 金箍如一棒 结果到哪找到 在海底找找的 到海龙王 大闹 农宫 于是说 我要个兵器 龙王爷爷把所有的兵器拿来干 都不成 都不趁手 龙王被他吵得不得了 说好了 我有个正海神针 你拿去试试吧 这个就是金箍如一棒 拿起来 顺手一挥 变成很长很长 一想着呢 就可以藏在孙猴的耳朵里头 这什么东西 我们 印度管它叫做 康德瑞 我们翻成君徒利 这一个生起来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个俗名叫灼火 这个不是任脉都脉这种气流 他这也提到脚板 好比说 我们任脉都脉气流流起来 这只是小周天 你从海底升起来 从后面的都脉到前头任脉 你这么转 政治转 这小周天 你真正能从脚板底下上来 然后再周身转的话 这里头呢 我上回给你们讲这个 庄子 庄子讲到说是 这个 你这个脉 齐精拔脉 奇怪的齐啊 这个拔个脉啊 平常人不觉得的 你非得要自己修行 你才知道 这一个 任脉都脉 然后冲脉 然后左桥右桥 左围右围 你这一些东西 只有修行才会感觉出来 你即使说从海底 我们管海底 不是海底 搅拌进地啊 我们叫它涌泉穴 你从这儿上来 绕着这个 阴桥阴维上来 转下去 转到阳桥阳维 转上来 或者从阳桥阳维转上来 然后绕着这个人脉段 这叫大周天 都不是你真的东西 只是身体很浅很浅的 真正东西 你看到你的中脉 你看到它的光 当你 为什么中脉 平常我们看不到 光强的不得了 为什么 我们的烦恼线 都把它缠着 所以这里也说 当你的烦恼线去掉一个 去掉一条 慢慢慢慢的 你的中脉 你可以看到 很强很强的光 那么这个轮呢 密轮 基轮 心轮 喉轮 这个煤轮 顶轮 上面还有一个虚空轮 一共七个轮 都不是说瞎话的 都确实有 你非得修行到了那儿 你才真正感觉到 否则的话呢 这不是 只有他们好像出家人修行 我们谁都可以做到 但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 你必须 把一切放下 无所求 我这是 看看倒是怎么样 尤其是你们年纪轻的 能够把这心 放在一个地方 就是找这个问题 就是找到什么东西 你们也许可以 都看得到 三脉 起先是小周天 后来是大周天 尤其是陈上师 那个驱棍斋里头 他有一篇很有文章 很有意义的东西 中皇 都鸡变 很薄很薄一次 他是告诉你 中脉是什么东西 黄道是什么东西 都脉是什么东西 脊椎什么东西 好像我们就以为是脊椎的 不是的 所以好多人脊椎开刀 我一直劝 能够不开就不开啊 好比我这个东西闹了二十几年了 多少医生说 我给你一开刀 就治好 我说不成 我身上不准动刀子 因为你不知道它开成什么样子 那么 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在我们自己身里头 都在我们 都在这里面 只要你肯修 可是不要在身上修 在身上修 你这是心外求法 你只说身上动一动 这气动一动 那气动一动 真正气动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就是看到光了 这还是能锁都在一起 光是从自己身上 就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昨天说起 灵光毒药啊 单独的照出来 窘托根尘 不是你能看 不是你所看的 这根根尘都脱离的 这种灵光 它是真正的 你自己的本性光 你自己的本性光 不是地光明啊 这是自己的本性光 所以这一些东西 知道了以后 他们写这本书的人 他所学的 都是事实上的根据 都是过去的大德们 他们的修行的正量 所以一个一个写下来 所以这个红教 我开头 开宗领域就跟诸位说 宁马派 红教 那么这红教的开宗的祖师 莲花生大士 他的戒律并不怎么好的 但是呢 所以等到宗赫巴进来了以后 创立黄教 这个女色绝对不能进 所以修行 穿黄衣服 我们称它为黄教 在从前的莲花生大士以后 很乱很乱 他们说西藏的性病 多得不得了 就是说男女的关系 没有节制 传染 于是到宗颗巴来说 不成 出家人 绝对不准 不准娶妻 他不准有男女的关系 那么 在这个来了以后呢 于是他就为 告诉死了以后怎么样 所以他就把红教 尼玛派的许多东西 不准看 但是西藏渡王经 西藏生死书 这是佛母 以喜错家 把莲花生大士 所说的法 记录下来 搁在盐洞里的 所以我们惯他叫 盐藏的 秘 秘 秘 最秘密的东西 但是西藏人 即使是黄派 黄教 花教 白教 这两本书都看 因为这是正量的 告诉你死了以后怎么样 所以在这一会儿 看383页了 383页 五火化 请看第四行 亡者的尸体被看成是 他的一切罪恶和罪障 当尸体焚烧时 这些恶业和罪障 被诸圣尊当作 饷宴般消化 并转换成他们的智慧性 观想光芒从诸圣尊流出 观想尸体完全化解成光 亡者的一切污染 就在智慧的熊熊烈火中 被净化 这一个 我们从前 真是的 有人说嘛 城外皆是土馒头 土馒头 城里皆是馒头馅 我们都是馒头馅 这个呢 将来做包子的时候呢 我们死了 埋到外头 都是土馒头 你们到西湾看过 西湾最多的什么 坟头多 坟头多得不得了 古书这些帝王啊 他这贵族的坟头 一个一个一个 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坟头 当作是土做的馒头 城外呢 都是土馒头 城里呢 都是馒头馅 后来你这活人呢 比死人的住的地方都少了 于是大家就说起来 想个办法 都怎么样 做的话不得了 你知道到唐朝的时候啊 唐朝开始 你看看秦始皇的牧林 不得了 你们都看过这个秦庸嘛 是吧 秦始皇的这个 他不但自己 他埋的地方 他陪葬的人 陪葬的东西 做的不得了 所以到唐朝的时候 不成我们不能占民间东西 我们占在山上 于是唐朝后来的坟 多半在山边 真正要了什么的话 死了以后 因为怎么样 我们看风水 我们分两种 一个看阳宅 一个看阴宅 阳宅的风水呢 就是看你的一个主要地方 大门 厨房 跟你的卧室 这三个地方最要紧 阴宅呢 真正看 阴宅 你这个风水 那你是明堂 你这左边 右边 后边的靠的怎么样 阴宅的风水 谁兴起来的 不是看风水 和尚出家人 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了 我们在本半球 坐北朝南 冬暖夏凉 而且呢 你我们这座椅子 你看 是吧 你有个靠背 左边右边都有手 很舒服啊 同时你死了以后 这阴宅也是真正要紧的 后面有靠山 前面 左边右边都有山 所以我们说天下名山半属僧啊 天下的有名的山呢 一半都归了和尚了 他怎么样 他都看了 看什么东西呢 就是看我眼前开阔不开阔 我后边有依靠没依靠 你要不然前面一个大山挡着 你这个 你这个视野出不了多远 不成的 所以真正了解这个以后 我们知道 不能够再埋了 再埋的话 将来活人没有住的地方了 所以就想起来火化 现在慢慢大家同意火化了 于是就有人问 那么阴宅啊 都是讲究阴宅要有龙磐虎炬 你假设没有阴宅的话 怎么办呢 就这么一股骨灰 能够影响我们后代子孙吗 说实在 能够想到 把这一些都烧掉 这一个骨灰里面 装着的也都是它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这成个大问题 所以就弄这个 这叫什么 灵塔 是吧 装这骨灰的 假如 你连灵塔都不要的话 所以我在那开玩笑 我说我死了 骨灰烧了以后啊 千万不要弄什么灵罐 还有什么撒到海上 都很费事啊 看哪家花园里头有什么的话 撒一撒做肥料嘛 那么将来 我在每一家的花园里头 都有我 那么也帮助你们花草长了 这不是挺好吗 是吧 那像那些什么 周恩来了 什么这些人 哎呦 好麻烦啊 还得坐着飞机 撒到大海边 像鱼油润 他们都得要撒到台湾海甲 为的是回去啊 真正这个是我们借住的一个房子 到这个房子很老了 很旧了 我们得要换一个房子了 这个房子扔掉它嘛 拆了以后重新来嘛 所以不必对于死后的这个东西太认真 我们真正仙人对我们有影响的话 不在乎骨灰 不在乎这个坟堆 真正的是它传给我们的 教育我们的一些东西 我们能够记到 就是很了不起的 嗯哼 请看火化这部分的最后一段 尸体和排位火化后的灰 可以和泥土混合起来 制成小偶像 称为渣渣 用王者的名义 将这些渣渣予以加持和贡献 以创造转身散道的良好因缘 啊是的 陈上师过世了 他在活着的时候呢 嗯 他在这个 我们弄了一个地方啊 是一个 一个坟场里面 盖了一个五轮塔 五轮塔呢 他的死后 他的骨灰呢 就进入五轮塔 进入五轮塔呢 就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 祸成泥 我家里也供了一个 供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泥人 怎么样 那么就代表 他还跟我们在一起 那么给他做 做法师的谁呢 卡路仁波奇 这里头一再提起来 这是一个 了不起 得道的高僧 啊 这个大喇嘛 真是 真是可以成为上师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 也互相标榜啊 陈上师说 当今的喇嘛 有几个可以称大喇嘛 只有卡路仁波奇 那么卡路仁波奇 也跟一般人说 真正的 在中国人里 修行有成的 有建立 有正量的 Chinese 仁波奇 只有陈 陈建宁 所以当陈先生 过世以后 入塔 是请卡路仁波奇 飞到台湾 给他做一切法师 最后把他的骨灰 放到乌伦塔里头 就放在他 所建的塔里头去 嗯 做七 六 做七 死后每隔七天 都要为王者定期修法 我们看最后一行 做七法会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因为寿生中阴的异生生 每隔七天 就会重复死亡的经验 如果王者在世时 有足够的善业功德 那么这些修法的利益 就可以帮助他们往生净土 严格说来 如果王者在星期三的中午前过去 头七就要在下星期二做 如果死于午后 就要在下星期三做 大家都知道了 做七是怎么做 这些 呃 主要就是说 他 我们用人间的想法 配合死后的那个时间 所以到第七天的时候 就给他做 因为他那时候醒过来了 这个前头六天呢 都是在昏迷中 这一醒出来 他可以看见 听见很多东西 所以在这一天 我们来替他做法会 做法会就是告诉他 啊 你能够在中心身成就 文法成就了 因为我们有这肉体的障碍 我们有肉体的痛苦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你腿疼也好 腰疼也好 诸位试试 念佛念得起来吗 那时候 至多至多 哎呦 阿弥陀佛 好痛啊 这个阿弥陀佛跟你 那个本心没有关系的 就跟我们叫妈一样的 啊 没有多大 所以当我们真正痛苦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 在我们的最紧要 最痛苦的时候 尤其是死亡那个 知道自己死亡的时候 那时候你给他一棒子打下去 有时候跟啼呼灌顶上 他可能中心身就成就 这大彻大悟 也说不定的 因为他没有再有身体的疏复了 他知道了 我已经死了 那么我死了以后 我希望怎么样 我还是在投生呢 我还是就永远做一个 特别是冤死的鬼 永远恨恨在心里头呢 就由他自己决定了 这个西藏人认为 西藏人认为 死后第四周特别重要 因为有些人说 大部分普通人的中英生阶段 并不超过四个星期 第七周也被认为是 另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四十九天被认为是 中英生能够维持的最久的时间 因此 在这些场合里 就要邀请上师和同修道友来家中 以较盛大规模的修法 献贡和祭平 对 所以我们很要紧的 做三期 做七期 把这七期做完了以后 法会可以不要了 这个 我们做了七期 他这是说请上师 请上师跟同修的道友 我们能够不怕死鬼的话 能够供上点鲜花 供上用很好的香 他的照片在那 好朋友在一起 就跟好好聊天 就好像他活着一样的 跟他好好地谈谈 或者跟他一起 吃食肉鱼啊 念念经啊 这是我们对于他 最好最好的纪念 也就是最大最大的帮忙 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 帮助遗族 我们看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 一卷最严重的痛苦来源 是认为他们自己或别人 都无法为亲爱的王者 提供任何帮助 但诚如我一直说明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 对王者提供很多的帮助 请看385页中间第二段 因此不要让我们 随着亲爱的人过世而痛不欲生 让我们在他们过世后 试着以更大的热忱活下去 至少让我们以某种方式 完成王者的希望或愿望 譬如把他的部分财物 布施给慈善机构 或以他的名义 赞助他特别喜爱的计划 我们有一个很笨的想法 我们因为纪念死者 我看有些朋友 就把所有他的衣服 他的东西全烧了 认为他在死了以后还可以用 好笨 就跟我们烧这个 做些纸房子 还有汽车 甚至于还有麻将牌 都做了几个 因为他喜欢打麻将 是不是 他爱做汽车 就以为做这个 他在阴间都可以享受 这样的话 活着是有钱的人死了 还有钱 那么穷人怎么办呢 不是这样的 所以最要紧最要紧的 我们在我们非常悲痛的时候 我们帮助他 减轻我们的悲痛 那么他在世上 我们好比说在台湾 有些人大概 他这个死去的人很爱看脱衣物 结果怎么样 一些花车 送病的花车跳 脱衣物 这简直匪夷所思 真是不能想象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 帮助他 可是要记得 这个 这个 是中庸还是论语啊 说三年 五改一父之志 可谓孝矣 我们守孝守三年 为什么守三年 因为我们三年 才脱离了父亲母亲的抱 三岁以前都是父亲母亲抱 所以父亲母亲为犯报这三年 我们为了报答庆恩 我们也守孝守三年 于是这个李太人就说了 说是啊 我们只要三年之内 对于父亲的志向没有改变 这就是孝顺 假设父亲做贼的 父亲是贩毒的 我们是不是也不改一父之志 不是这样的 这句话 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啊 略为要转转脑筋 不能够说 你只要三年不改一父 本来我是很好的人 因为父亲贩毒 所以我不能改他的志向 这叫孝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把他部分的财物 他的一些不失 给慈善机构 不是烧了给他 与其花很多的钱 来给他做丧事 那是给人家看的 对死者没什么帮忙 所以在这一个东西呢 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不是说死者的事情了 而是说我们活的人 对死者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或者以他的名义赞助 特别他喜爱的计划 所以我只是想 我要死了以后 就希望文贤书院 有人接棒 这才真是对我的 这个帮忙 不是说我要死了 人村正举 人亡正习 没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愿望 那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亲爱的人 先人 我们希望他做什么事情 我们也是完成他这个最好的计划 他最大的心愿 我们替他完成 这才是 化悲痛为力量 386页了 请翻开386页 倒数第七行 当你伤心时 要有勇气对自己说 不管我正在经历什么感觉 他们都会过去的 即使他们回来 也不能持久 只要你不试着延长他们 一切的失落和悲伤 都会自然消退 这个 这说起来啊 我常常感觉到 对你伤害最大的 是你最亲爱的人 常常是你最关心你的人 所以我们的亲人 当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越帮越忙 帮到忙 所以说 你伤心的时候 要有勇气对自己说 啊 我不管 我经历什么感觉 这些都会过去的 真是痛不欲生 痛苦到这个地步 我告诉诸位 不出三年 都会过去的 那么 了解了这个 回来了 我们就说 你就把他叫回来了 他真是还了 他活过来了 他能活多久 你就说他跟捧手 活八百岁 他也得死的 而且最不应该的 我现在非常反对的 所以在我的遗嘱 我定了啊 假设医生说 我已经不能救了 我说千万不要割喉咙 查管子 弄这些东西 因为 我曾经 清清楚楚的看到过 我的朋友走的时候 那个惨啊 我求他们的儿女 他们儿女 瞪我眼 你当然不关心了 因为不是你的亲人 所以我就发现 最亲的人 常常是最伤害你的人 他们 是真正要救他呢 还是明知不能救了 而是 不好意思把这个管子拔掉呢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的遗嘱说 当我是绝症的话 让我 匆匆融融 让我庄严的 过去 千万不要什么 又插个管子 又抽痰 又这些东西 从前那古时候人 咯头一声 一口气不上来 死了 多好